各位球友大家好,我是陈寧老师 欢迎收看本期的高手请注意 不知道大家在打双打的时候 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配合上的问题 比如斜发球推了一拍直线 对手抽了一拍靠边线的直线球 往前的封不住,后场的来不及横移 或者是对手挡了一拍斜线的往前 自己后撤了 搭档却没上来 如果你想弄清楚这些球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呢 那么本期视频所讲的双压思想 是你必须要知道的 好,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来看实战 首先,我们从什么是双压开始 双压是指自己和搭档分别控制左右半场 在中前场对对手的回球形成双重压制的战术 需要注意的是 双压一般应对的是对手的抽球 在场上并不一定会经常能执行 一旦对手挡网或者起球了 就会立刻转换成其他的站位 但是双压的站位和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某种程度上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中间的状态 会随着对手的出球随时变化 那么双压战术适合什么样的球友来使用呢 对于职业选手来说 一般人高马大的高个选手 比较喜欢抽档 往前压制的欧洲选手 比如上个时代的鲍伊莫格森 都比较适合这种战术 对于业余选手来说 需要有一定的能力 考虑到这个战术需要比较高的预判和执行力 还是建议水平相对较高的球友使用 那么哪些场景适合使用双压呢 一般来说 在发接发时比较容易形成双压战术 不过在多拍中 只要能有机会 推压一拍直线 都有转成双压的机会 对业余球友来说 后者比较难以掌握 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本期视频我们主要和大家分析 在发接发过程中 如何形成双压战术 下面我们来具体看看操作 一般情况下 在接发球推压直线之后 就可以考虑是否打双压战术了 由接发球的人来判断 是否能打双压 也就是说 接发球的人要在第一时间 对自己的出球质量 和对方的能力做一个评估 来判断是否对对手形成压制 让对手不太能回出 太主动的回球 如果压制了对手 并且决定打双压的战术 那么就要迅速举拍并退直线 这里的后撤一定要快 更贴近的说法是 应该要启动够早 够坚决 要第一时间就跑位 只有这样才能给搭档传递 我们要打双压的这样的信号了 进而配合补位 形成双压 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犹豫了 那就还是老老实实的前后站位 这个时候 无论是对手挡直线 还是对角线的往前 都要由往前的人来接 那么我们要后撤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接发球 上完之后 如果觉得这一拍压制的不错 那这个时候要第一时间向后回位 也就是在前发队线 后大概一米左右的位置 这样呢 对方挡网 我还可以继续上网扑压 对方如果抽 我可以拿到 那对方起球的话 我有时间后退 去完成进攻 同时要做好对边线的保护 这条线啊 速度最快 也比较靠边 容易被一拍抽穿 下面我们来完整的说一下整个流程 接发球的人 先推直线 然后判断是否压制对手 迅速决定打双压 然后呢 要退直线 给搭档发出跑位的信号 搭档心领神会啊 立刻跑到斜线相应的位置 来完成双压的站位 至于回球 如果对手挡网 挡到哪边呢 就哪边上 起高球同理 然后双压呢 就轮转成了正常的前后的站位 中间球呢 是对角线接 中路高球呢 是正手节 如果对手回抽 道理也是类似的 抽到哪边呢 就由相应半区的人 完成封网 但是要保证封网的质量 才能连续压制对手 好 我们来简单做个总结 较高水平的球友啊 在应对对手的抽球时啊 可以使用双压战术 来争取对对方的压制 如果决定双压了 那么就要坚决的 尽快的后撤 并且在确保 能封住的情况下 尽量靠前站 并且做好对边线的保护 这一期可能好多同学啊 听得有点懵 但是没关系 高水平的球友啊 可以实战的 来完成感觉一下 现在还做不到的球友呢 可以先收藏一下 等升级了 再回来看这一期 好的 咱们下期再见